聽他唱歌 我雞皮跟他沒有下來過 對 一直都是挺立的 對啊 是 好感動 靖倫 我看他來這邊參賽這麼久 今天最認真 卯足全力 他前面之前想要放輕鬆 後來發現不對 你看今天看到 真的認真的男人最有魅力 但是羅平 你今天穿得那麼帥 好帥 其實我覺得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張黃牌 想說 沒有每個人就你們兩個 就我們兩個 所以我覺得隨時都可能會走掉 所以可能臨去秋波 兩位真的也很認真唱 我們聽聽評審如何講評 是 秀蘭瑪雅老師請 又再次看到羅平 精采的歌舞表演 那種很激動的心情又來了 前面看了你跳的那一段舞之後 覺得很振奮 但是你在唱的時候 我發現如果我沒有看歌詞 我會稍微有一點 聽不是很清楚你在唱什麼 就是你的那個強弱 強弱可能還沒有抓到 這個重點 聽起來就會比較糊一點點 謝謝老師 靖倫 我看你一開始進歌的時候 你的每一個表情 都非常符合 好像你在演這一齣戲這樣 非常非常的細膩 我也看得很投入很用心 可是一旦到了副歌的地方 你開始在用力的時候 我也覺得你的這個 力道推得很好 可是好像你的歌詞就有一點 太投入歌詞就有一點點唱錯了 不過你還是表現得很好 非常非常鎮定的帶過去 你整個的起承轉合情緒都很好 就是有一點點出錯在這個地方 周治平老師請 聽說羅平 羅平這一場也是拚了 這個 除了帥還是帥 可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因為那個舞蹈動作 太多了 從頭跳到尾 你知道從頭跳到尾這個事情 你一旦做了 它就多少會影響到 你一點點唱的那樣的感覺 也就是說你的輕重 會沒有辦法那麼明顯 不過整個的表演是非常好的 當然大家看到你這樣的表演 也是一定是會為你比較好的 因為真的是很精采 謝謝老師 謝謝 那靖倫呢 大家都知道這首歌 是非常非常難唱的歌 尤其是在它那個假音那一部分 大概一百個人裡面 能夠唱好那一個假音的 大概沒有一兩個 真的 可是你這首歌表現得最好的 就是在那個轉假音那個地方 轉得非常晚了 那個旺詞那個部分 它影響到的不僅是 歌詞不對 而是那個求你 那個求字 它為什麼要用求你 因為那個字唱假音特別好聽 那你沒有唱那個字 就感覺用多那個字來唱 那個假音就沒有那麼好聽了 你知道嘛 對不對 當然可能他們會扣一點分數 可是我覺得整個表現 表現算是非常好了 好不好 很棒 謝謝老師 丁玉璇老師請 靖倫有醒過來 之前真的你拿黃牌 我真的幫你練一把冷汗 但是今天靖倫真的 包括之前老師有叼你就是說 你的力度 你今天在副歌 包括假音的力度都這麼驚人 真的叫做驚人 哇 靖倫 再這樣下去 有機會 好不好 真的要加油 啊 咳 你有時候就有點沒自信 你看看 好 然後今天這個歌其實是從主歌進來 我們大家就發覺 靖倫有點不一樣 因為整個A段 我發覺就是一個浪漫寒劇的畫面 好 靖倫也用了一些氣聲 用得非常好 然後整個的情緒是非常內斂的 到了副歌是整個放出來 但是真的可能音樂太投入 歌詞就不斷的唱錯 都在那一句 但是我仔細比對了一下 你是把A1的歌詞 B1的歌詞跟第二段的歌詞 也是一種很厲害 雖然歌是唱錯 但是在那個詞意裡面是 這也是一種厲害 就當場編也可以編成這樣 而且每一次也都唱 所以就是說自始至終 你相信這一句歌詞 應該這樣寫 應該這樣唱 總之我覺得以一個表演的力度而言 你是足以說服現場的人 評審是因為拿著歌詞在對 知道你唱錯 但是以你的表演的力度而言 你完全有說服現場的人 所以靖倫 我覺得今天的演出最大的鼓勵是 你做得到的 你不要老是覺得 你好像離開歌唱太遠 應該已經去做主持人了 趕快把你的歌唱能力找回來 你可以做到的 真的 好 加油 謝謝老師 滿厲害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羅平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今天帥到掉渣的羅平 分數來到86878889 90 91 少數點繼續好 恭喜得到91.8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看黃靖倫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 請給分 這一首感動大家的歌曲 分數來到8788 89 90 91 少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91.6分 稍微忘詞 不然分數會更高了 接下來介紹三號